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副会长吴兆峰表示 移民美国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看到亚裔族群不分你我 团结一致地站出来发声 游行主办组织负责人瓦蒂表示 民众上街表达不会容忍针对亚裔社区的种族主义 又指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是种族主义案件 这只是袭击亚裔事件的一部分 俄亥俄州西彻斯特县县委会华裔理事黄良华 在上周出席会议期间脱下衣服展示从军时移下的伤疤 以示对美国的忠诚 并表达对亚裔遭歧视的不满 他说 我69岁了 我要向他们展示何谓爱国 这是在美军服役时的伤痕 这样够爱国了吗 我们都是平等的 民间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的调查发现 去年3月及疫情爆发以来 至今全国发生约3500宗针对亚裔人的仇恨事件 据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美中关系方面他越发感觉到敌意的因素 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合作领域 拜登政府不太会在对待新冠疫情爆发的事情上 惩罚中国 他强调 更重要的是 为今后预防发生全球瘟疫做好准备 CNN对此评论认为 同期前任蓬佩奥以及川普政府相比 布林肯的立场显然发生了变化 前总统川普及其手下的美国高层 均不断宣称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 并扬言惩罚中国 虽然布林肯承认 有必要让相关人士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 但他同时也说 人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为未来设立更强有力的抗疫系统上 作为防疫的重要环节 布林肯认为 包括世卫需在当地有透明分享信息的系统 国际卫生专家从一开始就可以前往实地 世卫在中国进行的新冠溯源调查报告发布一再推迟 3月5日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宣布联合调查报告应于3月15日公布 3月16日世卫发言人宣布报告极可能于下周公布 三天以后中方通过西方社交网络回应称 中国专家于3月17日收到英文报告 下周公布报告与否将取决于中国专家与国际专家的讨论 对世卫组织溯源小组在中国的调查 以及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调查进展 布林肯均表示忧虑 他说很明显 北京政府在帮忙撰写报告 让我们看看报告里都有什么内容吧 据星岛日报综合福克斯新闻和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美国国税局公布 国民在新冠疫情期间购买口罩 洗手液等各类防疫物资的话 可循医疗费用抵免开支 民众无论是个人配偶还是受养人 一旦使用的防疫物品不在保险涵盖范围之内 而医疗费用又超过家庭调整后总收入的7.5% 就可以逐项列出开支 并从个人税款中申请抵免 以教师为例 可在税表内扣除去年3月12日之后购买的个人防护用品 国税局26日还透露 纳税人可以透过灵活开支账户 搭撤医疗储蓄账户 医疗赔偿账户或健康储蓄账户 领取这些防疫物品的费用 但纳税人若以利用医疗储蓄账户支付防疫物品的开支 便不符合抵税条件 除了这次扩大抵税范围外 国税局上星期还公布 今年的报税期限将延长一个月 由原定的4月15日延至5月17日 以便纳税人在疫情期间有更多时间填写资料 但全国会计从业员联合会呼吁 政府应将报税期限进一步延长至6月15日 理由是5月17日的期限只有部分人受贿 而且仅适用于2020年的个人收益 不包括2021年估算的税款 仍有数百万人要赶在4月15日之前报税 另外联邦经济分析局发表报告 称国民在直接援助等补助下 去年的额外收入共增加1.1万亿元 按年增幅达6.1% 当中以亚利桑那和蒙大拿州的幅度最大 达到8.4% 联邦政府去年3月第二轮抗疫纾困案时 当中的补助远超其他形式的援助 资料显示 民众去年的收入增幅创下1930年以来之最 据星岛日报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几个月 检查或诊断患有癌症的人数都有所下降 但有医生警告 患者减少只是诊所暂停带来的假象 实际上有不少病人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据纽约时报报道 南卡州59岁妇人洛厄里 就是被疫情耽误病情的癌症患者 她通常会在3月接受乳房X光检查 但是去年疫情爆发后 医疗中心取消她的预约 到了去年8月 洛厄里发现腰下有肿块 可是直到10月也无法预约检查 最终确诊患上第二期乳癌 加州女子普里托去年3月胃痛 但她不想冒险到医院检查 与家庭医生接受事项问诊后 直到药局购买非处方药物 直到身体5月底出现黄胆 她才迫不得已去医院看急诊 结果证实患上第4期一线癌 9月离世 有些本身属于高风险的患者 同样由于疫情而错过检查 加州一名有结肠癌风险的女子 2019年取得阴性报告后 去年没有如期接受检查 结果再次看医生时 已经患上默契癌症 多名专家都认为 封城措施 以及染疫患者人数暴生的情况 都令不少诊所和实验室暂停 或者缩短服务时间 直接导致乳癌和大肠癌等筛查数目急剧下降 有数据分析也显示 去年6月中之前 乳癌、结肠癌和子宫颈癌的筛查率 比疫情爆发前下跌29%至36% 结肠筛查则比2019年下降大约15% 去年进行的检查数目 更比2019年大减数以10万次 但很多癌症专家都担心 拖延检查的后果 是使疾病变得更加严重 目前部分健康网络已采取积极措施 抵消疫情对其他疾病的影响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现年9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周五对外表示 美国与西方盟友 需要与中国就全球新秩序达成谅解 否则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情况 据路透社报道 这是基辛格在伦敦查塔姆社的一次视频会议中 做出的表述 他强调 现在比过去要危险得多 双方的高科技武器可能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双方不断发生冲突 虽然很多冲突可以解决 但总是有冲突失控的时候 基辛格还表示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国家控制下 其实现技术进步的组织能力让人赞叹 但这不一定意味着 中国在本世纪会在所有技术方面都将领先 他也提醒说 美国要与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谈判很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 中国是否会接受新秩序 基辛格还强调说 西方必须要相信自己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01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多项指标上 直逼美国优势 有些领域甚至已经实现超越 许多分析预测 人工智能将成为改变世界总体经济格局的 全能型技术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 美国每年必须新增百亿美元投入 才能避免人工智能实力被中国反超 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 最近频频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展 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 他最近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 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 比中国领先一到两年 而不是五年十年 他说 中国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一个有能力的竞争对手 他以不同的价值观所组成 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一切 并依照目标有效行动 中国模式就是在科技研发项目中大举投资 美国需要效仿 施密特此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 中国威权执政方式让其在面部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 领先西方国家好几代 由于中国缺乏隐私保护 因此能够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 这推动了医疗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 施密特说 我们需要在不损害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 斯坦福大学本月发布的2021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 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期刊引用率的这项指标上 中国在2020年以20.7%的微弱优势超过美国的19.8% 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上 中国自2017年就已经超过美国 2020年发表数量占全球总量的18% 不过美国仍然保持了人工智能学术会议 论文数量的领先地位 并在学术会议论文引用率指标上 以40.1%大幅领先于中国的11.8% 这表明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质量更胜一筹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科技与国防政策研究员科隆·科钦说 在实际应用 特别是围绕人工智能的企业方面 中国似乎拥有绝对的优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 和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需求 中国对如何获取公共数据也几乎没有障碍 而公共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推动因素 施密特本月在国会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 美国未来五到七年间 每年需要增加400亿美元的投入 专门用于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研发 微软公司总裁布拉德·史密斯 在二月份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到 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面临的最大竞争优势不是技术研发 而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面 实际部署和运用的速度优势 他说 需要鼓励以符合民主原则和美国价值观的方式 让美国的军事部门更快更广泛的部署和采用新兴技术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 海军陆战队中将迈克尔·格罗恩3月23日表示 为了应对中国的2025人工智能产业规划 五角大楼正在研制一个有关人工智能预算的 五年计划备忘录 据美国之音消息 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说 拜登政府的起始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关系的新篇章 他说 本届政府的要务是制定整体战略 保护美国工人 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环境 雷蒙多说 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陷入贸易战火中 目前拜登总统的工作重点是 就我们如何保护美国工业 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以及赵直说就是击退中国 制定一个整体的战略 这位新任商务部长说 中国的行为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观 他说 我们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的规模非常清楚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当前贸易战包括来自对中国的缸铝 征收更高的关税 这对美国同行业的公司有所帮助 但是美国制造商 例如惠尔普和哈雷摩托车 则抱怨关税提高成本 并削减了利润 雷蒙多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采访时说 他计划对程序进行审查 允许排除关税 以帮助美国公司使用这些原材料 雷蒙多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技术 以及中国行为如何威胁到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 是在国内进行更多投资 近期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在其上任后的首次专访中 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美国并不准备在近期取消 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但可能对北京的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 戴琪说 他认识到向中国商品实施的贸易关税 可能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损失 但突然撤掉关税可能会损害经济 没有一个谈判者会放弃可用的筹码 据星岛日报综合福克斯新闻和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26日表示 及时终止现任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32名成员的任期 只有主席布拉顿 副主席坦迪和民喻主席韦伯斯特可获留任 鉴于目前边境偷渡问题严重 此举反映他执意要扭转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马约卡斯委员会也将于未来几星期 当新模式正式建立后改组 而不排除被解雇的成员到时或重新任命 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无偿工作 而委员会的建立目的 旨在采纳他们在国土安全问题上 例如反恐和移民执法等方面的经验和专长 从而向国安部部长提供指导 现任成员包括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 前国安部代理副部长库吉内利 他是川普强硬移民政策的鉴定支持者 还有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 据政治新闻网political.com取得的信件显示 马约卡斯宣称正考虑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 如何为国安部带来最大的价值 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 判断力和顾问来推进国安部的任务 他期望与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密切合作 也会利用多元化成员重新设计委员会 国安部的另一名发言人向Politico表示 委员会以往以白人男性为主 当局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多元化的委员会 例如任命更多妇女 有色人种和其他代表不足的群体 而改组后的委员会也会继续由两党构成 据东网及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南部边境近期涌入大量难民 前总统川普上周六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称 他有可能在未来数周视察美墨边境 川普受访时说 很多人都希望他到访美墨边境 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官员 据英国独立报和美日邮报报道 川普高级助理米勒在播客节目表示 外界很快就会看到川普前往区内 米勒又说 川普从任期尾声开始至今没有到访边境 原因在于不想为拜登制造借口 等到拜登处理移民问题失败后 川普自然会现身 时机不是现在 但会在将来某个时候 对于总统拜登推翻由前政府实施 俗称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护协议 允许寻求庇护的难民无需留守墨西哥 直接进入美国境内等候庇护申请 川普直斥是很差的决定 他又认为应由拜登率先前往南部边境 呼吁他重新执行留在墨西哥政策 以及完成兴建美墨边境围墙 据东网消息 美国前总统川普于去年美国大选 指控选举舞弊电子投票系统被操控 经常为川普报道相关新闻的福克斯新闻 周五被美国投票软件公司 Dominion Voting Systems向法院起诉 控告该新闻台诽谤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报道公司涉及操控选举所长16亿美元 Dominion于起诉文件中强调 福克斯新闻为商业目的而做出选举舞弊的虚假报道 过程中损害了该公司的利益 更导致其员工受到死亡威胁 决定控告福克斯新闻诽谤 福克斯新闻发言人回应指 对于去年与大选相关的报道感到自豪 将在法庭上为这宗毫无根据的诉讼坚决辩护 福克斯新闻目前面对两宗与大选有关的诉讼 除Dominion之外 另一投票系统Smartmatic于2月份 也对福克斯新闻及多名主播提出控告 并所长27亿美元 感谢观看今天的美国新闻01排 请点赞订阅